这边比赛是由第一位选手日瓦对战月的滋味 那么这个木屋什么S什么这我就不多说 那么我翻译一下是月的滋味 这个名字也是非常非常之浪漫 也是作为韩国队的首发 那么作为中方的首发日瓦实力也是不凡的 那么看这边的日瓦是首先选择落定 这边选择了神乐还有博武再加上李克里斯 而这边的韩防选手迟迟在犹豫 那么最后还是敲定了克里斯 然后这个克里斯还有罗伯特 包括包括七加射 刚开始说有一些迷惑 那么这边的这个神乐上来开始抓机会 包括这个这边的这个克里斯 这边不是普通的克里斯 是占据了一些优势 两个人打的比较保守 这是中方的第一名选手 韩防的第一名选手 两个人第一次碰面 两个队伍第一次碰面 所以说他非常的谨慎 都想心拔头手 但这边的神乐显然是吃了很多的亏 看看这边中方的选手刚开始 就是很好 尤其现在这个生物拳是被踹到 不过还好一个上青拳缓了回来 然后双方又是回到抓机会的起砲线 这边的神乐是崩了一下 但这边又是追了 不过这边的克里斯呢 还是争托了一下魔爪 这边克里斯打的非常稳 时间已经快到了 看来这个神乐是要危险了 那么还有三秒一秒 不过这边的这个神乐呢 是还是回敬了一些颜色 不过呢 在血量上的这个劣势呢 还是造成了第一个人物的这个失败 失败 确实比较可惜 看看第二个人火舞上场 火舞是这个大家都识一识的啊 非常这个美丽的啊 这么一个女孩子 那么看看这边呢 这个神乐是冲上去 想要抓一抓机会 但是这边双方防御都是不错啊 包括这个日霸的那个日霸 大家都是知道 这个日霸这个扇子拉扇牛啊 使用的非常好 就是火舞啊 那么看这边呢 呃 人是不能夸了 这边看看克里斯还是抓住一个机会 打击了一下火舞 但是这个火舞呢 是回敬了一小架 不过这边呢 呃 这边日霸是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呃 可能打得太武沉稳了 这边的那个呃 克里斯是 呃 抓头了一下 然后接了一个小药啊 没有绝必杀啊 所以非常的可惜 他这边时间又是要快到了 不过现在是火舞啊 占据了略势 7秒6秒 这边火舞是撇了一个扇子 不过双方都是在抓最后一秒的机会吧 这边火舞终是打了一个扇子 然后 克里斯想要用这个抓头 他自己能抓一下 可是很可惜 失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第二续又是拼到了这个时间到了啊 才结束啊 那么 很可惜了 这边呢 这个克里斯呢 是追踪告负 不过这边 罗伯特上来呢 两个人还是对了一下 罗伯特是崩了一下 然后 想用这个距离的 中距离的这个机能呢 然后来打断了 这边是一个前庭拳啊 破了 这边的下防 破了火舞的下防 日霸也是要小金了 最后一个人物啊 那么日霸的这个 李克里斯上场呢 也是 大家非常关注啊 现在第一把的李克里斯呢 估计力也是非常非常至少啊 看这边的那个 罗伯特能在找机会 这个 克里斯呢 因为有 最后呢 他是最后一个人 他也是 不敢贸然 冲上去 两个人 都是非常的谨慎啊 血量都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罗伯特是抓到了一个近身的机会 然后在角落里呢 是穿了一个山中角 想用前行旋压式 但是没有成功 这边的罗伯特还是想要 蹭一下 不过罗伯特的距离 掌握得非常好啊 然后看看这边呢 这个 克里斯是要 克里斯是要抓 克里斯终于是找了一个绝大机会 回进的一个必杀 那么在这个时间的用势上呢 这 克里斯在血量上呢 也是可以 简单过来了 看看这边呢 这个 罗伯特想要在厕所里呢 练出一个座位 不过是打的不错啊 但是这边的克里斯是果断的 利用能量 回避了算 然后又是回到对 这边的厕所 看看这边的一个升龙拳 打到了 又是一个上飞地 然后利用自己的一个下滑角 果然是一气呵成啊 我们这样的话 这边又是被拼到时间到了啊 才告诉 看这边的那个气压设上场啊 气压设也是理的 那这边气压设呢 是上来就是 有下心拳蹭着一下 而这个克里斯是 回进了一个下轻角 两双方在找机会 这个克里斯是踹到了搜索里 看这边呢 果然是这边的那个 气压设是没有沉重器 想要回避出来的 结果呢 是跟克里斯抓住了一个 三连机界必杀 看这边的那个 气压设是在搜索里 想要有什么作为 这边的气压设 不断的回避啊 刚才克里斯是 要冲上去要打的 这边克里斯是一个 呃 滑翔的脚啊 是踹到了这个气压设 但是很可惜 气压设回进了一个抓 这边的 这边的克里斯想要冲上 几天必杀 但是这边果然是 给了一个绝大的机会啊 这场比赛又是赢了啊 这是0 那么刚才呢 这个克里斯是非常果断的 是利用这个下轻拳 接近身 接这个下轻角的进身 然后发出了 这自己的收银拳 结果呢 这个气压设啊 太太惊险了 第一场比赛呢 是由中方选手啊 以1比0 暂时留线 那么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积分阵呢 每人都是三个币啊 也就是三个币 那么这边呢 是韩方选手 刘鱼输了第一局的比赛 那么他就剩下两个币 那么同样呢 这个以此类推 如果他三个币都输完了呢 就是可以换下一个人 也就可以 如果说一个人能 玩的好的话呢 他可以一直在玩啊 那不多说 看这边的这个 神乐呢 是刚开始 双方都在找机会 然后克里斯和神乐呢 都是没有 有很大的见识 但是呢 克里斯呢 在攻击上 终于是突破了 可能克里斯是在角落里 不断的逼杀着这个神乐 但是神乐 还是争投了出来 果然是这个 克里斯还是利用 那个终于一个优势呢 打击一下神乐 神乐终于是必堵 来角落里 刚才这个克里斯 是浪费了一个机会 但是很想象 他又是追了一个机会 那现在这个神乐 就是有一丝血了 不过 神乐还是想拼一刀的时候呢 是被上中机拍到 神乐又是在 第一个人物的出场呢 又是战军的劣势 看这边的火舞出场呢 有没有 有翻盘的可能啊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 报仇的可能 看这边的火舞呢 是不断的跳跃 在找位置 跳来跳去 也不出招 看这个呢 这个克里斯呢 是先出招 然后利用一个杀中脚呢 挡背了一下 那果然是用上中机 两个人对了一下 这边的这个 善妞是 火舞啊 是要用这个扇给拍一下 但是 两个人又是对了一下 看这边呢 这个火舞呢 是占据劣势 这边的克里斯 越打越勇啊 不过克里斯 是被堵在角落里 这边呢 这个火舞呢 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毒气啊 放 利用超过的化身毒气啊 在 这个火舞里 克里斯的 果然又是打了一个毒气 克里斯回摔了一下 就能用CD崩开了 然后时间 只剩下 11秒 看这11秒时间呢 你们照顾这个 作为这边的这个 火舞呢 是要 火舞是在角落里 又是利用那个 这个气啊 看这边呢 这个克里斯不断的追杀着 这个火舞 但火舞呢 打的是极其的猥琐 但是又战术啊 没有说 猥琐猥琐猥琐 其实双方打的都是非常沉的啊 没有那些 比较高端的连招啊 这就为了 赢而赢的比赛 是为了国家的容易啊 就说 看这边来这个 罗伯特想要冲上去 抓 但是这个罗伯特 显然是对火舞看出来了 火舞想要抓一下 但是他就远太了 看这边 火舞是利用自己的 这个下上角的飞翔径 啊 来骗取一下 啊 罗伯特的连招吧 这边看这个 双方都是在拉局的 这边罗伯特 还是冲上前去 但是他就吃亏了 被打了一个下中拳 这边呢 这个火舞还是在找机会 这边的火舞 我觉得火舞的血 比较少一些 就罗伯特 完全没有 抵到啊 啊 但是这个 人物啊 这个不是我在 我们这边 扇子是打了一下 罗伯特 罗伯特现在是有点 慌了 看这边 罗伯特还是在防御 这边罗伯特 是一个下中角 打中了火舞 火舞再找机会 时间又是快到了 那看看这个 罗伯特呢 是想要挥一下吗 在这边罗伯特是 利用一个这个 这个收莫恨的必杀呀 是想要打一下 但是 很显然被这个 火舞是看了出来 然后回进了一个必杀 那么看看这边的 这个火舞是用 飞天的技能 躲开了 罗伯特的追杀 然后利用时间的优势呢 又是 破掉了这个 那么看这边的 这个火舞呢 是要守着这个 七架射 看这个火舞的 这点的血量 能不能在七架射 身上呢 存一线 那这边上来 又是给予一个空杯 然后七架射 吃了亏了 七架射的射 不断的想往前抽 但是不断的 是被这个 各种招牵着 这边的这个 火舞是 主动推进的 厕所里就出了 上周园没有打中 没有打中啊 你看这个 七架射 有点不会了 七架射 有一些慌乱 但是这个七架射 刚才一个重击 打中了 现在这个七架射 又是想要 把招式弓 建设的火舞 果断的崩开它 这边又利用 这个飞翔的 这个 冲刺下来啊 是打中了 这个七架射 七架射 其实双方的血量 都差不多了 这边的七架射 是 这个七架射 比较都无论的 他总是想要去 还以颜色 但是被这个 火舞的这个 武器呢 一直在打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日马的这个 心理战术的掌握 是非常非常不错 那加上了 这是2比0用先 这边的韩方的 这个 这个越的滋味啊 这个选手呢 剩下一个B了 这个格外的小心了 看上去 他又是犹豫啊 他是在选这个 他是在选 那个七架射的时候 没有选比七架射 而选普通的七架射 看他这个七架射 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 他那边又是 又是神乐 对普通的克里斯 克里斯上了一个 非常滑翔的角 是没有 打中了神乐 神乐是 他是回敬神乐 一个上中鸡 现在又打了一个 上中鸡 又一个上中鸡 不断用上中鸡 来磨定神乐 神乐在轴落里 鲁鲁锁是从 他一个生龙 但是 还是挡住了 这个 上中鸡 那么看看 这边的这个 克里斯 克里斯是要 有什么这样的建筑吗 克里斯还是在角落里 不断的逼着这个神乐 神乐看有没有 任何的机会来逃出来 但是 这个神乐 还是 没有 造成对方的伤害 这边又是一个生龙 那么很可惜了 这个神龙又是对方 抓住了一个五元机 不过在角落里面 这边的这个 神乐是抓住了 一个非常漂亮的两机 接上了一个沉默的 这么一个本杀 然后在角落里 就是想连一个这个布阵啊 但是 呃 对对方 谈开了 看看这边呢 这个在角落里 能不能逼死这个 呃 克里斯 但克里斯还是 呃 利用那个时间的优势呢 然后在归的时候呢 是把 把这个神龙的挑死了 那么看看这边的这个 呃 火舞 火舞是 能不能你想上次 上的很像谁种啊 1v3 他这边这个火舞呢 是呃 还是暖血的 是非常暖 利用一个一切 不断的限制 对方的一个行动 看这边这个 上中角踹着了两点啊 但是这边呢 这个呃 火舞呢 是利用一个破招 果断的追击了 一个上中拳 这个是利用上给拍死 那次 那么第二个原物 罗伯特出场呢 啊 我觉得这个 他还是想要 第一这个 这个 第一个战斗啊 但是 这个火舞呢 不是倒人玩的 所以 这个女生角色当中 非常暖 果然是不出我所料 利用一个比较高端的联机 那么 削掉了罗伯特很多的血 看来这场 这边的火舞是非常冲动 是利用一个 生龙的这个脚啊 但是对对方看出来了 这边罗伯特 果断的一挥击加吹杀 但这边的这个 罗伯特呢 还是被扇子来 限制住 小黄的血量呢 还是 火舞占据了 一些的优势 他又是给了一个扇子 利用这个上 上飞煞 上路 上那个重拳 然后是把罗伯特打死了 但是这个血量 已经不多了 面对对方的 这个普通的 这个骑驾车呢 看这个火舞 有的剑兽了 上来就是想 那边的这个 呃 其他设计 是想用自己的 升级技能来 呃 限制火舞 虽然说没有起来 能量作用 但是自身呢 什么我说是伤害的 我这边是利用一个 能量回避了 打出来 打了死爱 这边果然是利用一个 啊 下进旋啊 这个啊 这个还不对 啊 这个小狼说错了 这个火舞呢 不是最后一个人 啊 小狼那个 有些迷糊了 这个火舞是第二个人 什么群的 这个 那么 非常的抱歉 这边这个火舞呢 是死掉了 那么换来是 里的克里斯 这旁边 这普通的这个 这个西加射呢 有什么 别的建筑 他这个呢 那个里克里斯 前期爽的不错啊 不容易上中极 拍打比较 但现在这个 水量呢 是战决优势 如果这个 呃 西加射的是 不断的来攻击 然后克里斯呢 是在 防守攻击啊 防守反击 但是看到里面 这个西加射越战越勇 如果 虽然说没有打中对方啊 但是 防御这边 防御造成 实在果然又是在 这个利用这个 杯的这个 这个战术呢 是战斗优势 这边呢 时间已经是 只有14 13秒了 看看这边的克里斯 有没有 有没有剑数啊 看着双方都是 血量差不多的 果然是一个踹啊 这边的一个 下滑脚 是打到了这个的 但是很可惜 这边的这个 西加射是 用一些小技能 磨了一下这个 这个克里斯啊 克里斯啊 果然是被 时间啊 战胜了 那么非常的悲剧 第二个话呢 中方呢 是啊 这个输掉了一分 然后这边的日马呢 是2比1 在这个 暂时领先于 这个韩国的 热的之位 那韩国呢 是刚刚扳回去啊 看看能不能 再有什么样的剑数 那么双方这个人 还是一样的 这边的神乐 还是首当其冲 面对克里斯 看看这边的神乐 有没有别的 一些这个 像前提板 什么样的被动吧 看这边呢 果然是冲上去啊 利用自己的 这个小技能 然后四点 白白的这个 蹭着 克里斯四下的血啊 看克里斯 还要想要反击 但是克里斯是 不断的 避养自己的位置 但是还是被 神乐陷阱 看被关注厕所的 这个克里斯 是没有气的啊 看这边 利用自己的 这个一个抓头的技能 然后飞升出来 利用这个四点的燃剂 但是呢 没有继续追杀啊 这个非常规矩 看这边呢 神乐是在角落里 的推缩着 然后 他在想 他在想 神乐呢 是在防守反击 但是这边呢 神乐是抓住了 一个绝大的机会啊 利用一个 飞 接上这个助手 然后把这个 可惜自己掉啊 这是 非常占据优势的 这个开场啊 那么看到这边 罗伦特上场呢 是要给克里斯抱头的 上来就是踹了两脚啊 不过这边的 这个布阵呢 是利用这个 CD的片区布阵的成功了 然后果然 不断的磨了 不小心啊 现在把这个 罗伦特打开 成半管车 而且不断的压制啊 罗伦特也是 非常郁嘛 这边呢 罗伦特想要利用 自己的晋升技能 但是很显然 这个晋升技能 不是这个 准晋升啊 是比较慢的 就是会破掉了 看这边呢 罗伦特还是利用 那个上那个 上下后脚的 这个技能呢 来打神的 但是呢 发现了之后呢 一一反击 那么结束了 第二个人的出场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 咱们的这个 日马呢 就是有一些优势了 看这边的 这个 这边的 七架射呢 是 没有占的便宜啊 七架射一直在防御 那么我觉得 这个减的七架射呢 来打神的呢 确实有点多大 他们看这边呢 神的就是浪费了 自己仅有的一个气 来崩了一下 这个区盾 利用自己的这个 驾招升龙来反击 但是被对方挡住 不过呢 对方也是就抓着 这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看这边的那个 七架射是要想 利用自己的 两个人都想用自己的 能量回忆来 这个找机会啊 就看了这边的 七架射是一个 拍 拍到了这个神的身上 然后剩下鞋 这边又是一个拍 看这边呢 又是想要利用错位 然后来打这个神的 利用自己的这个回忆呢 七架射回着出去 结果呢 很可惜 这个呢 是要被这个 神的抓着一个机会 307最后呢 助词接上必杀啊 这是第一场 EV3 那么这边呢 选手就被淘汰了 那么接着上场呢 是这个胆小鬼啊 这个我查了一下 这个他这个名字 是胆小鬼的意思 诺夫的意思 那我觉得这个 他是凭过一种 那个马甲的意思吧 那么看看双方呢 在互相选择 那么同样呢 在场上呢 还是咱们这个队员日瓦啊 所以说这个日瓦呢 刚开始输了一局 还有两个币啊 如果他再输两个局的话 那么就是非常的悲剧了 他那边日瓦呢 还是选择自己的老套路啊 直接就是给对手呢 一个下马位 直接选好人 我让你去选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日瓦呢 也是 我觉得他打的时候呢 非常稳啊 但是他选择的时候呢 他毫不犹豫的 就告诉我选什么 那么时间当时快到了 这边呢 是想选你的克里斯 但是没有选 是选择了玛丽 这边呢 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久期化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选手啊 今天是 选择了八神 然后生多汗啊 猪还有这个蚂蚁 然后是把这个猪 是排到了第一位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猪在酒吧呢 同样跟神恶一样啊 也是被虚弱了不少 但是猪呢 他这个特项的技能 纯纯锤啊 还有很多伤害的技能 都是没有减变的 果然是一顿狂呼乱炸啊 在我这个介绍这个猪的时候呢 一顿狂呼乱炸 但是神恶也是予以反击 不过呢 在97里面呢 神恶是比较嚮张的 在98里面呢 尤其呢 伤害的事情减少 刚才就算是这么打呢 也是猪呢 这个优势啊 所这个预补不了的 看这边在角落里 想逼死这个猪 猪呢 是有能量的 如果他现在反击一下 这个神恶就死了 但是那个猪呢 是一直在犹豫啊 他在犹豫什么 啊 那么非常必须啊 这边的那个神恶是 这个一个小血量的犯法 一个小角度的犯法 看这边那个 这个玛丽呢 上来就踩了两脚 然后利用那个CP 把对方逼近厕所 利用一个瞎中角 其实我感觉这个人 那玛丽又得向九七的打法 这个下中角的 由于这个距离呢 还有那个时间 时间差掌握得非常好 这个神恶是没有反应过来 看这边火舞上场 因为这个毕竟是新火舞上场 这边的这个日马呢 还是要熟悉一下 对方的套路 那么这边那个火舞呢 前期的时候呢 是崩开了这个 这个玛丽 那么同样的玛丽 就在反击里面 这边的这个玛丽 是用这个生物拳 骗取了这个 骗取了对方的跳 然后抓了一下 看这边的这个 玛丽在放弃啊 一段的在放弃 看看这边玛丽又是在放弃的 一瞬间是被这个玛丽 抓了一个近身 非常的精彩 就是反应非常快 不过这边的那个 这个呢 火舞呢 是利用自己的 一个错位的这个 这个介绍的 然后来 打击了一些 但是玛丽呢 回串了两点 看见面又是一个气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日马用的这个 火舞呢 是觉得 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连招 果然是利用自己的 这个后跳的防御呢 骗取了对方的一个生龙 然后呢 落地的时候呢 是预遇关机 那么正好对方血量不多呢 就死掉了 看这边八神上场 最后一个 八神上场 八神上来 就是对对方 破掉了一个 免费的这个能量的 回避啊 非常多 看这边的一个 像角落的压制 因为火舞玩的 确实是非常霸心 不过 八神抓着一个机会 利用自己的这个 盔花 三世 然后呢 打掉了一个刺点 对面呢 八神是利用自己的 CD崩开了 崩死了这个 火舞 而且我说火舞呢 有一些 一些那个 有一些 荒乱 有一些火舞 有一些 不太清楚啊 不过当台呢 这个在我说的时候呢 今天呢 双方都是给一 对方呢 这个一个攻击的 这么一个态度 今天呢 这个日马 还算是优势的 用自己的克里斯 连了一个必杀 里面是高伤害啊 果然又是利用自己的 一个机会 骗取对方的主防 然后又是三连级 接下自己的必杀 解决了奔上战斗 那么这样的话 日马呢 又是能见了 这边中韩的 这个比赛就是 这样的变成了 十四 十一 然后呢 双方的这个 两个人的东西 有两个地了 就是 在这个个人 这个 个人的这个 赛场呢 是战斗的 同一系统线 这边呢 还是选择了 刚才那个开始啊 还是把这个 大熊 把这个猪排到第一位 然后 马力排到第二位 八神殿后 看看这边呢 这个神乐 面对刚才的这个 重伤害 他的这个猪啊 能有点 隔了线 上来就是一个注射 在这边 捧完了一个 上清卷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想着 对方关心色索 但是 打出非常的迷积啊 打出 是不断的回避 那么这边是 双方在线里 这边是在空中呢 有战斗一系的优势 但是呢 这个 这次呢 是跟猪费了一下 然后在角落里呢 不断的逼着 这个 猪一直在防御啊 在找机会 看这边 果然是想用 利用这个后前拳 来打架 这个神乐 已经发现了 这边是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阿弟子的钱 然后 谁还先软 来打架 双方的血量呢 现在变成了 差不多 然后 距离也是差不多啊 这个距离 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 一个马的一个神乐呢 距离长得是 非常的好 刚才给这个猪打呢 显然是不会的 因为刚才这个猪呢 总是想利用 这个后前拳呢 来卡戒位 但是后前拳呢 总是够不到人 然后这个神乐呢 也是住时 马上就跟了过去 这样的话 这个猪呢 就是非常悲愤的死亡了 看这边的这个 玛丽呢 上来之后呢 跟这个神乐对战 上来就是给神乐一个碑啊 但是这个 马力想用自己的 这个上中角呢 打死这个神乐 终于在一个 几好的机会呢 是用这个 错位的上中角 终于打死了这个神乐 啊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在本局比赛中 也是回到了 停留期望线 第二个人物 就第二个人物 而且那个血量 是一样的 看这个的马力 也是在角度 给踹了一脚 但是对方 回进了一个下中前 这边佛武呢 是在厕所里 归宿着 看这边 马力也是在 这个以功为首啊 但是现在马力 双方 这边又是踹了一摇 就是马力打得非常稳啊 就是 也不多打一下 但是 就不放过每一个机会 这边马力又是踹了一摇 这边呢 我觉得他这个 这个胆小鬼的 这个名号啊 果然是 啊 这边的胆小鬼 确实有一个胆小啊 我觉得他应该 这次 让他这个机会 应该多连几招啊 那么不多说 看这边的这个马力 又是想在 角落里坏缩 啊 果然是这个马力 用这个下中角 崩开了 就是骗对方的这个CD 看这边 这个时间快要到了 这边呢 果五想要飞出去 但是被对方抓了个进身 现在又马力又是 骗取了一个进身 那么 呃 这个时间到了的话 就会输了 这边呢 果五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呃 果然是想用了一次的 两个中拳呢 以下中拳来追击 结果呢 对方的回避呢 实在是太有力了 就是 呃 没什么说 看这边 那个克里斯上场 这一局呢 我觉得 呃 日马得要小心了 这边马力呢 打克里斯 还是有一道的 有一套的啊 马力是用这个 青角来 上体脚和下层脚来抢位置 这个那个 而利用自己的这个 法宝想压定下呢 对方踹了一脚 这边想要连必杀啊 当然刚才这个 绝好的机会 日马是浪费了 看看这边的这个日马呢 是选用这个 呃 选用那个 克里斯呢 是 呃 这个抓一点啊 选用那个 克里斯的这个 进身来抓一点 但是 进身抓空啊 对对方抓住机会呢 啊 还了一套必杀 那么看看这边的那个 八神圈克里斯的脑 对边 这边是 克里斯只剩下 觉得非常的悬了 他两方开始 找机会 八神的刚开始呢 还是 啊 比较弱了 上次的八神又是 被克里斯抓住机会 这边八神是回踹一脚啊 还算是找回了一些 啊 有的可能 但是这边的那个 克里斯就剩一丝起了 八神只要再动一下就死了 果然是 啊 开始碰了克里斯一下 想让的话呢 是 啊 在各个赛中呢 扳平了这样的 啊 那么 啊 就是非常的 可惜了 现在呢 那个 能力吧呢 就剩最后一个地了 那么 还不错 这边一般呢 还是选择了刚才的 啊 这么一个套路 然后对方还是那么排啊 这个 这两个人打的这个 呃 效果都是一样的 看这边的这个 大猪上来 呃 跟神乐 两个人上来 大猪就是踹了一脚 然后回进了一个底弹锤 他这边又是转了一下 但是这个神乐是没有找到机会 这边神乐是 呃 要吃亏的 看这边 猪开始猥琐一下 然后开始防御 神乐的不断利用那个 花祥的脚啊 来追紧 但是被这个猪卡住了 位置 利用后前拳 锤了一下 这边助手打了一下 但是追击没有追过来 不过呢 给对方一个杯 然后利用后跳 心拳摸了一下 然后把对方关进厕所里 这边 果然是利用后前拳 抓住了位置 然后在架的一瞬间呢 是打中了神乐 神乐的助手 又是被 转锤雷道 就算一丝血了 看这个球 有没有 有的剑术 但是被打了一个心拳 在背的部分是 挣脱开了 看那个 那个神乐是 呃 无情的 被摸一下 被这个 直接就摸到了 要害位置 直接就死掉了 看那边 那个大兄妹上场 还有那个 那个 火舞呢 是不是 在找机会 然后在 不断的蹲呢 因为火舞蹲的时候 非常 他在蹲的时候 这个大愁的时候 他这个 通过那个 向下的这个战斗力 通过一个地的 战斗力呢 不算太强 只有我这个 伤痛小的步骤 但是刚才是踹了一下 果然的火舞 看出这个不妙了 就是不断的 崩开了对方 但是现在呢 还是被对方崩开了 看看这边的火舞 是不断的被压制 那么火舞 是非常悲剧啊 这边火舞 是抓住了一个机会啊 果然是沿了一个 连招啊 因为刚才就是 火舞 是没有这个气的 这个气的 怕是人必杀了 突然放了一个气 撇了一个扇子 但是在那边 那个大手 是要 是要滚过来 但是 能够造成 其中的伤害 看看两个人 这边呢 是双方互相 在浪费能量斗啊 但是这边呢 这个猪呢 是利用死 下轻拳 接抓 接这个转球啊 然后 果然是非常冲动的 出了招 然后对方破招 两点转速 看这边 克里斯上啊 这边的猪 也就非常越战越勇啊 这边猪呢 已经是达到了 这个 第一个人 面对对方的第三个人 双方还是在找机会 我觉得这个比赛呢 这个拼的 高手 高手之间呢 拼的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两个人呢 就在一起 这个动势动势 你看两个 打到现在呢 都是没有伤害 不过这边 克里斯是先打过了僵局 然后呢 占据了一定优势 包括这个猪呢 它是没有优势血量的 看看这边猪是踹了一跤 但是被回敬了一个底半 看看这个 两个人在猪下找机会 果然是这个 惊心突破 看这边的这个大猪 是果然想要冲上去打呀 冲上去打了一下 但是 这个 没有任何的追击啊 打得非常的稳啊 但我觉得这个大猪呢 他就是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啊 就是 不希望能杀死他 但是我觉得 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伤害 也就算是 这个我的业势突破了 看看把这个重弹呢 交到了玛丽身上 但是 这个胜负呢 还未分 看看这边的玛丽呢 是上过去局面 冲上去攻击 但是这边的克里斯 是在防御状态中 在这边克里斯 想要攻一下 对对方的上中 是踹中了 双方找机会 这边克里斯 是抓住了一个机会 但是错位的时候呢 是得挡住 不过呢 他马上就回进了一个 三连机 结局上 看这边那个 克里斯是减着这个 减着的体验呀 觉得他绝对不是乖的 这个克里斯 就是要 防守一下 尤其是现在 克里斯的血量 还是比较多的 看这边的这个 玛丽是 找机会冲上前去 但是 对对方挡住了 他果断的是后跳 这边是利用一个 近身的这个 空抓位啊 然后是抓到了这个 克里斯 他的克里斯 现在是 这次对 果然又是利用一个 果然又是利用一个 这个近身 想要抓住对方 对对方看出来 这样淪空了 然后对对方 抓住了一个杀 现在就说 一丝血果然是被踹死了 那么这个比赛呢 在一瞬间间就要结束了 这边是 呃 全霸赢我啊 对这个苏苏的比赛啊 这里要 说一下 在他选人的时候 说一下啊 因为这个本身呢 要跟这个胆小鬼 这个比赛的呢 是咱们的小孩 但是呢 由于小孩跟胆小鬼 刚开始 他的这个连接呢 有一些这个问题啊 因为包括咱们本身 那个 咱们的一个线组 和韩国的线组 就是稍微的卡一些啊 包括小孩呢 可能是找了一个 非常一个 不如意的 这么一个网吧 然后两个人的连接 没有连接上啊 但是比赛还是要继续啊 哎呦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观众啊 现场直播 所以说 这边的这个 呃 制作者呢 就是要把这个策划呢 这个改一下 然后 让他们两个先比赛 让这个云雾跟这个苏苏先比赛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呃 胆小鬼啊 兜里呢 还是有两个币啊 也就是有两个积分 那么这样的话 他是在等小孩比赛 那么这边呢 这个云雾呢 就是先和苏苏 双方呢 两个人都都是三个币 但是在这个大比分上 这个中国呢 还是占据一分的优势啊 也就是12比11 看这边的一个 呃 双方都是在排人啊 都是在这个等对方啊 怎么排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战术呢 就打得太晚了 而这个 两双方都是在这个 怎么排人 而这个 呃 说一下排人方式啊 首先呢 这边云雾呢 是选择了这个麦卓 和这个 克里斯 然后包括这个火舞啊 麦卓这个人物呢 我觉得这个 呃 他小声太极 我看的挺有点多啊 这个麦卓人物也是 比较有意思 克里斯是先占据了 攻势的这个 呃 先机 然后呢 这边的麦卓 想要回敬一下 但是克里斯是 躲过了 然后利用这个下半角 然后是 抓机会 然后利用这个下青角呢 是接了一个 中角 那么看看这边呢 这个麦卓呢 是被蹭了很多血 果然是在角落里 又是被对方打了后几下 这边的那个 克里斯呢 是果断的回撤 然后 利用自己的这个 距离优势呢 然后来抓一下这个 这个机会 看这边的这个麦卓呢 是返回了一些机会 然后利用自己的这个 呃 另一方面的这个优势啊 他就有一个大法宝啊 就有些有这个霸气了 但是这边呢 是利用自己的这个 半角啊 然后掀裙子啊 非常的右手 这个技能啊 把这个这个 这个姿势啊 掀裙子呢 他脚伸了 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慢啊 在游戏里面 是非常快 然后呢 是利用这个技能呢 带身为人手照 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 口擦有些麻烦 因为刚才录的时候呢 我这个 呃 我上半路的时候 我这个 出了些毛病啊 然后我在观看的时候 这边的视频是感觉啊 非常悲剧啊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呃 这边是选择到了 塔库马啊 和这个 他们的队员 这个阿库马 就差一个字母啊 也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边的这个 麦脸呢 是越战越勇啊 利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短距离的优势 然后呢 三十脚 接上三点 是接必杀 那么看看这边的这个 呃 塔库马 塔库马是没有用到一个 呃 比较颠绷的这么一个 呃 这个角度吧 那么看看这边的 那塔库马 塔库马 是这个 呃 板七梁的这个副解 呃 板七 呃 板七什么 不知道了 是不是 板七 对不对啊 啊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原文果然是被这个 麦蕎的魔术了 看这边 呃 克拉 不是克拉 拉尔夫 拉尔胡上场 拉尔胡是这个 那边呢 不认为他麦蕎是不鸟的啊 麦蕎是果然是利用自己的 这个呃 这个法宝的机会 穿了一下血 但是和显然 自己的血量是不够了 克拉尔胡是想利用自己的 这个 跳起来这个 利用自己的一个跳起来 扎对的这么一个步伐 但是和显然 这个疼呢 果然是不出我所料 不是疼不疼的关系啊 但是对对方抓住了一个机会 连上了逼杀 但是呢 果然还是生最后一撕血的时候呢 挖回了一些颜面 颜面啊 没有被这个 有物啊 那么看这边的那个 克里斯上场是 呃 想要快速去游战斗 但是啊 还不错啊 但是这边呢 是利用这个下重拳呢 是打了一些那个克拉克克拉克 我觉得刚才那不够贵啊 啊 不过也难怪啊 其实就是一撕血了 啊 那么看看这边的这个 双方又是 开始 好远 啊 这边的那个不是双方啊 单方面选择 这边的那个 首先选择了里的克里斯 然后在草治的面前排断 选择了一个草治 然后 啊 选红丸嘛 啊 红丸跟一个拉尔夫 他在犹豫啊 那么果然是选择了这边的红丸 对吧 这边拉尔夫没有选择 选择红丸呢 是双方又是在犹豫的排人啊 其实事实是非常的清晰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内心的 其实现在已经遵守着 一种考验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双方都是在变换啊 啊 我觉得我东北口音有一些重啊 都是说都是啊 应该是都是啊 反正这边的这个呃 上方开始 终于是在时间到了时候 排上人前面是吧 火舞排到第一位面对对方呢 炒制啊 啊 我觉得这个火舞稍微的占一些些优势啊 这个炒这个火舞在这个地面上 那个攻速的也是非常强的啊 尤其是在这个什么上的攻打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炒制呢 还是打得比较稳 看这边的这个火舞呢 是两个人在在这个找机会 两个人还是在对了一下招 这边是从空中降落 这个是从那个 从空往前一推啊 这个两个人 这个一个什么做连啊 你看这边的那个炒制呢 还是被这个观音做连做了 不过这边的这个火舞是抓了一个机会 不过没有继续扩大它的优势 看这边的这个炒制 然后炒制是占据了一些劣势的 然后他想冲 他想快速解决的战斗啊 但是被这个火舞呢 陷入了 看这边又是撇扇子 然后炒制在抓机会 又是在放弃啊 这边炒制是抓住了一个炸招的机会 利用这个杀虫脚 要是绊了一下 还有一个前轻脚 但时间快到了 这边崩到了这个 崩到了这个火舞 那火舞只剩下了 一丝血的 火舞只剩一点血的情况下呢 比如炒制还少啊 但是撇了一个扇子 这个炒制呢 非常悲剧的 在后悔剧的过程中呢 是被一个扇子打到了 那么非常悲剧了 那么战斗的话呢 白白的让你火舞 长在这么一块血 看里面的红丸呢 也是比较底线 但上去踹了一脚 这边的火舞 那看这个火舞要悬了 火舞都放了一个气 然后冲上前去啊 但是这边的这个红丸呢 比较悲剧的是没有气啊 有气的话 那么出品水就再弄了 那么还是很可惜 这边的这个 虽然说这个火舞呢 也是对了一下这个招呢 跟那个红丸 但是还是被踢死了 非常狠 你红丸可不怪你这一套 我这个 这个在我们的管理的红丸呢 叫这个人妖啊 他觉得这个红丸 不喜欢你啊 你红丸 那个看里面的那个 麦哲还是不错啊 上来就对方一个颜色 还招啊 谁让你气负我们女性 但是这边看看这边的这个 红丸是把对方关进厕所 然后不断利用自己的 这个轻角加这个 CD来蹦 但是里面的回进了一个CD 然后双方拉开距离 这边的麦哲还是先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大法宝 然后但是他不想注意一下 这个呢 还是利用自己的一个魔区寸血的 那么个招数啊 反而这个占据了优势啊 他还没想到他这个寸血能重啊 果断的接上了这个三点 三连势 看今天呢 这个克里斯上场 克里斯上场是抓着一个机会 接上了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东高 我觉得如果他可能有必杀的话呢 现在这个麦哲就死掉了 看见麦哲是被踢死 那么双方呢 都是生下了克里斯啊 那么这比赛呢 又是添加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让你看了两个大武的克里斯呢 有什么限数啊 这边的红色的克里斯是 来自于拳霸淫雾 果然是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五连击啊 通通跳落五连击 接上必杀 那么非常的帅气啊 这边那个克里斯又是被打中了一个 呃 中角的两点 接上这个反双拳 看那边在角落里面 抓住了一个机会啊 这边这边动什么啊 这不一定要一命了 果然是起身的时候 利用自己的这个滑地鞋 然后来压住 又用一个滑地角 方方在 啊 抓机会 这边呢 果然是果断的炸了一些气 利用这个下重拳的破招 打死了对方的这个克里斯 那么这样的话 在这个个人战斗中呢 是以2比0领先 那么中韩的比分呢 已经可以扩大为了这个三分啊 这边是12比9 啊 那么也是祝贺咱们 咱们的队员 也是扩大了一些优势 看这边呢 又是选择了 首先选择了李的克里斯 那么在猴子和 猴子和这边的猴女呢 正常在选择 果然是选择了回玩 然后选择了拉尔夫啊 这时候是 他是放弃了 刚才的什么人物啊 他是放弃了 刚才的 刚才我忘记了 放弃了一个人物 总之 那么选择了那个拉尔夫 那么 所以大家不要见过来了 这个 由于这个整个的视频的字幕啊 还有这个 上面这个字体啊 包括转场 效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 我现在脑子都一船麻 所以说 我觉得 还不如我在现场直播 给大家解释的时候 那我的气氛好 那么看里面的这个双方 打得非常的沉稳 这边的火舞还是占据着一丝的优势 不过 他现在扩大了一个优势 这边的是利用这个上中全 接上了一个三连技 放了一个气 这边呢 那个克里斯想要快速追回来 抓了一 背了一下 那边的火舞 然后请先是令自己的一个法宝 抓一下 但是 被这个 克里斯推开 克里斯又是在推开一下 这边的火舞 又是放了一个气 抓住 没有抓住机会 刚才我 我又没抓住机会 接乎我是担了一个观音送链 然后那边的克里斯呢 克里斯呢 克里斯也说啊 我是个女性 我是个小男孩 那这边的这个 呃 火舞呢 是放了一个扇子 但是欺负了一下 这个 对方的那个法宝 对方的法宝 但是出招非常的慢 那么看 这边的这个红弯上场 然后被上了 就是被删了一巴掌 然后来一个这个 上下角 然后打住了 火影 然后两个人在 不断的利用自己的 这个身体技能 然后来接触 但是这边的这个 红弯是战军的优势 然后双方还是在排回当中 这边呢 是攻过去的时候 被冲场蹬开了 方方又是在找机会 这边红弯的 还是占据了很多的血量 不过这边红弯 刚才是上正角 接上了这个 呃 接招的时候 他接了一个下前角 但是他没有接 很多的了啊 或者说 这些就叫 升龙角 就非常没硬 看这边这个 呃 火舞是用对方破防的时间呢 是打了一下 然后放了一个气 然后但是呢 对方在对的过程中 火舞呢 由于这个 气血不足啊 这个 什么什么 那个 我看见他这个 什么妈呀来了吧 我们看看这边的这个 看这边的麦卓呢 上来是 抓住了一个机会 打中了11阶级 然后又是放一个法宝 这边红弯是非常被动啊 啊 他就是 找回了一个 轻角的这么一个血量 然后利用双重机 弹开了这边呢 这个 麦卓 但是麦卓是 马上就回进了一个 下重拳接 这个人机 啊 这个 就像小 小飞刀一样 他这个手上的手高了 看这边这个 呃 拉尔夫 拉尔夫 上来就想抓这个麦卓 但是 麦卓推开了 麦卓啊 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是我喜欢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 比较更好的 但是这边的麦卓 是抓了一个机会啊 利用这个轻鸟的 上轻角接轻鸟 抓住了一个 小刀的技能 那么打了三零机 但是这个 这边的拉尔夫 是马上回进了一个 高 高标准的压制啊 这边呢 这个 拉尔夫 也是 比较不错的 但是那拉尔夫 虽然说 占这个优势 但是这边 麦卓 找一个感觉 从麦卓 使用这个法宝 来掀着一下 啊 那么其实我想说 那这边的麦卓 就算你死了 那么后面 还有克里斯呢 啊 不用着急 但是虽然说 我一直在说啊 里面也太不兴趣了 所以这边是最后一个 克拉 最后一个人物呢 这个克里斯啊 比克拉克 两个人都是姓克的 我觉得 这个 没有必要这个 相差嘛 那么今天这个 另一个近身 抓了这个克里斯 然后 两个人在 在徘徊 克里斯 还是在血量 有一些优势 但是这个拉尔夫 是给自己暴力的气 那么攻击力可想 只然不过 这边的克里斯 找着一个机会 但是能够把握住 这边又是想用错位 然后来抓住这个拉尔夫 但是拉尔夫 打得非常沉稳 虽然说 现在的血量 一直在落后 但是拉尔夫 但是他被踹了一脚 这边拉尔夫 是在抓机会 又是被踹了一脚 拉尔夫 要背剧的拉尔夫 这边就要背剧了 还剩下最后的一块鞋 那么再被打到 就死了 这边一个下重拳 打到了这边呢 这个拉尔夫 然后这边又是 有杀了一下 被烤死 那么这边云雾呢 就是战胜了 以3米0 战胜了对方的输出 那么面对呢 就是这个阿库马 这阿库马大家都熟悉啊 那么经过平台玩的人 都知道这个阿库马呢 是咱们韩国呢 是跟咱们在全黄当中呢 是最好的朋友 那么他是 被称为这个韩国KOF之父 他是经常去咱们 RCLLE的平台上玩的 那么他这个马杂呢 也是这个狂 KOF这个阿库马 狂就是卖的 然后这个打的也是非常的好啊 尤其他这个自己的这个 非常高标准的这么一个人物呢 选择的就是三皇 所谓的三皇呢 其实我觉得呢 他有四皇啊 四皇呢 有这个七家社啊 这个七家社 然后还有这个塔库马 塔库马就是板骑 他板骑鞋的爹 然后加上这个 那个克里斯 然后还有大门啊 这都是这个黄色的人物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黄色 那中国没有用啊 我们这扫黄啊 刚刚那个天上什么街呢 是 那么过去事就不说了 这边双方在排人 这边阿库马是没有选择自己的 这个一所谓的三皇 而是直接给自己 派了一个罗伯特 然后这个 李的这个七家社 然后和克里斯 这边克里斯也是理的啊 德斯不能说 这边呢 这个克里斯呢 也是选择了一个紫色的啊 看来是 第一局的时候 是没有想用这个三皇的那种动策啊 来压制压破对方啊 这边的云雾 刚刚是刚刚以3比0战胜这一手啊 气势正爆 看这边这个神乐打得也是不错啊 给对方一个高标本人压 这个压制啊 然后又是接上了一杀 这边呢 这个是被沉默住啊 这个克里斯非常悲剧的 被打晕掉了啊 那么这个神乐果然是 打得非常的勇猛啊 啊那么看来这个阿库马呢 也是没有找到感觉 看是吧 阿库马是第二个人物 罗伯特上场 然后两个人在摸索 这边呢 罗伯特是用自己的腿瓣啊 打了一脚 弯脚 但是呢 非常逼句的 这个这边的这个云雾呢 打得非常实在啊 也是不放过对手 不放过对手 对手给的这个任何这个机会啊 果然独断是以最凶猛的招呼 拍打在这边身上 这边又是一个高标准压制 然后这边的罗伯特 难道罗伯特又是不要被压制住吗 这个有点像他们他的队影相飞 相飞也是对于这个神乐比较好的 不过这边罗伯特开始反击 那么抓住了一次机会 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双方又回到了距离的续跑线上 这边呢 这个罗伯特是连招抽烟失误啊 利用那个下星角接 那个生龙船的时候呢 是没有连上 然后神魔果断呢 给一个注资 然后解决了战斗 这边呢 这个里的七加士上场 上来就是攻势不少 但是打了一个缩位 但是很显然这个神乐是防御住了 但是这个双方正是在揣摩一下 这边的注资呢 是被那个 对这个七加士的那个拳脚 是被那个拳脚来压制住 看你们这边这边的神乐是 抓住了一个机会 这边神乐是练了一个裸杀的步骤 然后这个七加士呢 正是练轻拳啊 就是被抓住了 非常的悲剧了 那么看这边的七加士 是对一个非常的悲剧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一为三 但是这边的七加士呢 是练了一个必杀 那么解决了战斗 这边的这个 阿库曼呢 没有被这个 对方一为三 被这个咱们的云雾一为三 那么也是对他的面子 这种普弹吧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看不见克里斯上场了 克里斯是 不断给对方寓意打击啊 虽然说双方都是在队啊 其实我觉得在血量方面上 如果对的话 那肯定是那个克里斯合适了 那么这边云雾呢 是又是连胜四局啊 就是在第四局的时候呢 把这个韩国KYF之父的阿库曼 也是在第一局的时候呢 瑞西大奖啊 就把阿库曼一笔灯的影线 那么看这边阿库曼开始选人 果然是先选择啊 快速的选择啊 这边是选择了三皇啊 果然是 我说的是三皇 选择了这边的克里斯 然后 七加士 还有大门 那么没有选择这个 库曼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呃 排人状况是 阿库曼先把克里斯排到第一位 然后七加士 然后大门 这边呢 这个中方的选手呢 啊 一路是 后排的 也是排的了 这个 跟对方开始对起来的克拉克 双克战斗啊 这边的克拉克呢 是 克拉克开始 克拉克 不是克拉克啊 克里斯啊 这怎么是叫成克拉克啊 这边的那个 小王那个脑袋啊 有点装住过来了 这个两个克里斯啊 是开始战斗啊 这边的克里斯是 呃 利用自己的这个上CD 不断的 这摩的这个 阿库曼的 这个克里斯 这边呢 还是占于优势 不断在空中立优势 那这个阿库曼也是打得非常稳啊 就是你过来 我就不动啊 我就不动啊 那你克招的时候 你们也不知道 果然是抓住了一个机会 这边呢 阿库曼是 快速冲上前进的 用自己一个标准连招 接上戒身 但是他没有给 接上必杀 就是非常可惜的 这边又是回敬了一个亲身 然后双方又是 在十秒钟的时候 开始对决 这边呢 这个中方的选手呢 抓住了一个机会 啊 林伍是抓住了一个 错位的上中角的机会 从而呢 接上了一套连招 然后致死这个阿库曼呢 这个第一个节目 又是死亡 看这边七加射上场 能不能给这个克里斯 上升当中 这边的这个七加射上场呢 上来又是给了一个清晓 那么 这样的话 这克里斯非常不利 这边呢 果然是七加射 用自己的抓头技能 然后 抓住了这个 克里斯啊 然后克里斯是 被打了一个 超反 非常悲剧 这边双方又是 回到了一个七爆剑 然后迈着上场 迈着这个七加射 然后上来是七加射 是被迈着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小圈的压制 看这个两个 双方都是在找机会 然后 这边迈着 是发了一个法宝 正好是这个 七加射 是正好弱的 一个大刀刃上 七加射非常不利 这么大一个人 又裂到这么大的刀刃上 又是被这个刀刃压住 他的这个迈着 也是打的 也是非常的有创意 在这边迈着 是被抓头技能抓住了 然后利用这么 一个标准性的 接近性的连击 然后少了一些能量 都没有接必杀 看那边的这个 迈着 是踹了一下 然后利用自己的 这个技能 然后来抓取一下 但是这边的迈着 是利用自己的 这个连击 他要接必杀的话 这边的那个 就死掉了 但是没有接必杀 但是这就是浪费 一个最好的机会 而是被对方抓的机会 接了一下一个必杀 那么现在只剩下 这个只剩下 零秒钟的时候呢 又是被对方抓住 这就是得不传失了 这我觉得要是 把这件事情 放在这个太极形上 我觉得他就会 这个马上结束战斗 我觉得这个 不应该脱了 斩草要出间啊 他就是 一个能量斗 那就是非常悲剧了 不过 话说呢 这边的神乐 是没有给这个 西加社一个机会 然后是快速的 实际战斗 那么双方呢 是在这个 最后一个人物上 我们刚开始呢 这个是那个 营用的 以及底灵的 迁于这个 阿空嘛 所以说 那个营用的 性质还是不错的 他这边阿空嘛 是利用那个重击 踹着一下 这边的这个 这边的那个大门 是看出来的 那边大门 是利用能量 回避出来 这边呢 又是然后布阵 但是大门 还是有气来崩的 对吧 大门又是斩出来的气 这个神乐 我觉得他总是要 自己这个布阵 然后来去打对方 但是很显然 大门的那个 单体攻击 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大了 他这边大门是 虽然说大门 现在是被压制住了 他那边大门 是被压制住了 还有机会啊 这个神乐 我总觉得很要输啊 但是这边的神乐 又是抓住个机会 脸上了个必杀 但是这边呢 这边大门 还是在靠啊 大门还是有一丝血了 双方都是有余下的血量 这边大门 但是用轻角踹的话 我觉得踹不死 这边 说不是神乐 双方在找机会 这又用地雷阵阵了一下 但是这个神乐 反应非常快啊 双方在一秒钟 一秒钟 哎呀 这边的这个云雾 是没有抓住一个 绝好的机会 如果说他再扛一下的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门 是没有秤血的这个技能的啊 这边的这个神乐 想利用自己的这个 这个底滑角 然后来解决掉这个大门 大门是不断的利用 这个上中角 踹死了这个神乐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云雾的一个绝好的 这个扩大比分的机会 就是损失掉了 这样的话呢 双方的比分是1比1 而中韩的比分呢 是11比7啊 你先4分 那么就是 觉得这个中方呢 还是占据了一下啊 占据了一个人头的优势啊 那么由于刚才呢 刚才呢 那个云雾把这个输出呢 以3比0领先啊 所以说 这样的话呢 就是占据了这三分的优势 那么看这边的神乐 是上来就是给 这个克里斯 这边的克里斯 这边的这个云雾是三皇啊 这克里斯手当其中 又是被刚才这种 这种局面打 打弄了啊 那克里斯又是被 这个神乐 逼到者罗里 克里斯是打了一个 几乎于完美啊 不用几乎了 就是完美啊 因为我刚才我总觉得 这个克里斯想要反击啊 因为毕竟对方是这个 阿库玛 是不是啊 但是 这个 这个希望也大 希望也一大 阿库玛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利用了 克里斯的手 是不是也给 咱们带来激情啊 你这边就说了 看这边的这个神乐呢 又是跟七加射 开始对抗啊 这边七加射是 七加射打的 还是比较稳的 然后 抓住了一个机会 然后抓住神乐 把对方扔进了厕所 然后开始找机会 这边的这个神乐呢 是在角落里 想要 想要出来 想要回避出来 但是 这个七加射呢 是发现了 看见下是又是踹了一跤 然后利用CB 崩开了 崩开了这个神乐 想要抓这个神乐 但是神乐是推开了 看看这个 阿库玛 这边的这个 七加射非常诡异的 发出了一个 冲刺的这个抓取 但是 这个没有致死 但是这边的神乐想要 又是利用布阵 我觉得这个云雾呢 他总是想利用这个 别人防御姿态的时候 练布阵啊 然后给避击方 这个 骗取对方的一个土防 或者土防 这样的话呢 这个 对方呢 总是要抓住一些 崩的机会呢 然后 打击啊 这边的麦卓又是 压到了这个厕所里面 麦卓又是起身 哎 我觉得这个麦卓 一点都不贪啊 不是 我觉得麦卓特别贪啊 不是一点都不贪 他不连必杀啊 他是这个 只连这个连招 然后他连必杀的话 这样的话 实际上不连了 不过这边的 骑驾设呢 只剩下了一块的血量 然后但是在这一块的血量呢 这期间就发生了不少事啊 看这边的 骑驾设是把对方 逼你的厕所 又是一顿抓血 啊 今天节奏非常的快啊 看看这边的这个 麦卓是在脚里想要跳 但是利用自己的这个 跑到这边麦卓 想要抓一下 但是给对方推开 啊 果然是利用自己的这个 手刃呢 这个人招 然后是打死了 这边的骑驾设 啊 总体来说还不错的 这边的这个大门出场 啊 包括这个银屋呢 后面还是有个克里斯在场的 这个优胜呢 又是存在的 看这边的这个麦卓呢 是 麦卓终于是没有他啊 在这个利用这个爆气的一瞬间呢 是抓住了一个机会 直接练取这个超级 然后把这个大门这个 伤害的非常 这边看这个大门也是 血量也是跟麦卓差不多了 麦卓又是抓住了一个 第一回打了一个实验机 然后追回了血量 然后这边的大门是 大门是刚刚刚 如果大门地雷阵的话就好了 但是现在这个地雷阵呢 就是不合适了 果然是这个 想要在地雷阵的时候 对比方一个快速的 这个花宝能加之处 就能麦卓呢 也是以 这个极大的优势呢 战胜了一个大门 那么 赛又是回到了 2比1 这边的那个 鱼屋呢 也是 玩的非常不错啊 这边阿库玛 又是选择了刚才的阵营 然后双方开始 在学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然后这边的中方人 开始先把神乐牌的敌位 但是这个阿库玛 还是一言不服啊 阿库玛就说啊 阿库玛觉得就是我 我克里斯为什么 就打不过你的神乐呢 那么 Ready go啊 这边的这个 神乐又是 上段时候 就是被克里斯打到了一下 这边的那个 克里斯的战术 可能是明显换了一下 但是 不错小了 所以这个神乐 还是抓住 因为又是利用一个布阵 这边的这个克里斯 是非常冲动的 想要出刀啊 但是 这是非常悲剧了 看这边的克里斯 又是被打晕掉了 这边的这个 神乐是利用自己的 这个 这次呢 是直接 把晕倒的人物 那么看看 七家车上潮 那么 我觉得这个 这个酒吧呢 是背景的 找得非常好啊 大家看那个酒吧 的背景 是一个 山巾水秀的地方 就是这个 然后在船上比赛 我听说 船上比赛 非常有意思啊 那么这个 在船上比赛呢 如果这个大门 如果震一些地 地雷震啊 我觉得这个船要塌了 那么看这边的 这个在我说话的时候 那个 克里斯就是 以神速一般的战斗啊 就把神乐逼得 这个摇摇于坠啊 痛得于生啊 这个神乐是在角落里面 是不是这个 阿库玛这个七家车呢 是非常好悲惨 对于这个身体层 看出现在这个 这边的那个七家车 是利用这个 重拳前行拳 接这个抓 这个快速冲刺抓拳 又是接了一抓拳 这边的这个 麦卓呢 虽然是给予环息啊 但是这个伤害效果不大 这边的这个 阿库玛的这个 七家车呢 好像非常的诡异 然后利用这个 重拳前行拳 不断来刹 你这个重拳前行拳 怎么每次都能打到 这个麦卓呢 看来这个 可能距离掌握得非常好啊 这个麦卓呢 是很悲惨的 就是这个羡慕了 看这边的克里斯上场 然后这边呢 是阿库玛的这个人物 是占据优势的 因为阿库玛后面 还有个大门 但是这边的这个 七家车呢 是被 克里斯前期的限制住 然后回经了一个抓 但是血量 还是明显少于克里斯 克里斯是被 这个七家车崩开 双方在找机会 这边的 七家车是 堵厕所 但是被反堵 这边的这个 克里斯是抓住了一个机会 然后是 跳速跳跃的时候呢 是破了对方的一个底方 然后接上了一个近身 但是我觉得他 他太一个 他太两个人了 我觉得 要接个 这个游戎要是接个必杀的话 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边呢 是 毕竟是 他是阿武术嘛 可能是当时他反的 第一反应就是接近身 但是这边的这个 克里斯呢 还是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那么 在刚才的一套两招之后呢 没有给对方的 一些比较好的 这么一样的机会吧 然后就把对方 传给走了 看看这边的那个 大门起身 先是给自己抱了个气 然后用那个 头望月 然后这个 然后是打了一下 但是没有接这个 乐乐阵 然后双方在 双方在找机会 这边呢 这个 克里斯是想法宝压制一下 但是呢 大门是滚了过来 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这边的这个 又表示什么事情 克里斯是想要跳 但是被这个对方 终于想要破CD 但是没有成功 他这边的这个望月 这边是终于是一个 头望月 是头 这个 是打中了克里斯 然后接上了第二阵 那么这边呢 这个阿库马又是最后的一分 中韩比分的已经打到了10比6 这边双方呢 都是胜一币 这已经是 这两个人的决心节 因为云雾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三个比 这边的阿库马也是三个比 这样的话 如果谁赢的话 谁再赢一局的话 那么今天就是把对方淘汰了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呃 呃 云雾的死掉了之后呢 是选择了 呃 这边是选择了 神乐 然后 火舞 还有 克里斯 双方都是 在争最后一局的 这么先排名 这个 后排名的选择啊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 那么马上就要排开了 那么果然这边是利用一个 呃 翻 翻开的机会 这边还是用克里斯 想要打神乐 但是这个 神乐是马上换成了 这个火舞 看这边火舞上来 就是 最近上来就是 打掉了这个克里斯的两点 然后用扇子压制 然后放弃 看这边的这个 牛舞的这个 牛舞的这个 我觉得跟这个 呃 日吧呢 还是有一些 又不一样的 这个牛舞的一个 放弃的这个 这个机会的比较多一些 哈哈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呃 克里斯是要 呃 双方的这个距离 掌握都非常不错了 没有 什么样的这个战斗 打一大型战匣啊 但是那边的这个 火舞呢 是在空中 掌握了一些优势啊 在空背了一下 那么在背的时候呢 又是被这个 这个火舞弹开 然后双方在 双方在这个 徘徊啊 但是这边呢 这个克里斯 算就被优势啊 比赛时间 一分一秒的 在啊 组近结束啊 但是这边的 克里斯在优势 双方还是在亏 但是这边的这个 呃 火舞是抓住一个 臭位的上中脚的机会 但是被这个克里斯 呃 这个第二点的时候 可能是他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呢 克里斯还是防住了 啊 这个挡住了 时间的攻击啊 是呢 这个 血量多的优势呢 是先拔偷手 看这边克里斯 对克里斯 这边红的克里斯 血量是非常多的 游泳的克里斯 那么上来就是 掌声给对方 狂轰乱炸 但是没有造成 神像的效果 这边的克里斯 是在角落里 不断的 拼杀 啊 果然是抓住了 一个机会 但是这边又是 接上了一个戒身 利用这个神龙拳打死了 我就 我还以为没有死掉啊 如果是没死掉的话 就是 如果是再是被对方 抓住一次机会的话呢 太不可惜了 那么看这边的这个 西加车上场 就是 这也是这个 西加车 也是阿库玛的 第二个人物 那么上来的时候 可能克里斯 照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次又是被抓住了 一个机会啊 用了一个非常变态的 这么一个 这个耗血量的 这么的一招啊 那么这边的这个 克里斯呢 是伤亡惨症 但是 他还少了一个机会 直接累了一次 所以让他 把对方关进厕所 然后想用自己的 下手脚来打对方 这个阿库玛的 这个西加车是 逃了出来 这边是直接 来了一个裸杀 但是阿库玛的 反应速度非常快啊 在挡住了一瞬间 马上又冲上前去 利用这个 重拳情形 间接近神 直接就秒掉了 这个克里斯 那么这样的话 的情势呢 对这个阿库玛的 就是一片晴天啊 这个 当然这个荧幕呢 他也像他的名字一样 那个原理物理的 我觉得 嗯 他要加油啊 这边的这个 其实神格还不错 看这边的这个神格 想利用自己的 这个下轻角 接机会 但是 被这个阿库玛 抓住的机会 阿库玛还是在 不断地压制 因为这个阿库玛 是有四个能量斗的 但是这边的这个 神格是抓住了机会 给予对方的一个 沉默的这么一个必杀 然后把对方的血量呢 拼杀到 只剩一小半果 然后还是在这里拼杀 因为这边的这个 这边的七家射 是没有选择反击 而是 又是用自己的小技能 不断地在摸 小动作啊 这边是想用布阵啊 果然是又是被阿库玛崩开 那么16秒15秒 那么看来这个 神乐如果是再不对 这个七家射上 再有什么 就要创造的话 你们知道 本来就结束了 现在还有6秒钟时间 神乐还是在 还是在 还是在徘徊 神乐想要攻啊 这个神乐是 最终是放弃了比赛 那么现在是由 湘飞上场 对战这个 阿库玛 那么刚才这个阿库玛呢 由于跟这个 游武来拼呢 拼这个比赛呢 也是只剩下 退后一个力啊 那么看见面 这个呢 湘飞呢 是首先选择这个神乐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湘飞呢 有一个是这个 KOF98 神乐的第一人啊 也是玩的最好的 神体玩家 在这成龙发掘出 神乐之后呢 这个 据这个 很多人说啊 这个包括我 观看 他的神乐玩的是 很不错的 但是说神乐 只是神乐 这么一个人 不代表了 其他的两个人 所以说 一个人的实力呢 就像这个 黄毅一样 猴子厉害 或者说 老妖的炒制力 不一定说 他这个最厉害呢 他一定是 输门于所有人 不一定 那这边的这个 香飞呢 是上来首发的神乐 选择了这个 紫色的神乐啊 与众孔 看在这个神乐呢 是果断的 利用这个布阵来压制 这边 阿库玛的这个 阿库玛的 克里斯是没有战施 就是阿库玛 总是 总是想用这个 克里斯来管一个神乐 看这边一个 呃 神乐是想用这个布阵 来破一下这个近身 但是布阵的速度呢 是远远没有 97 这个布阵快的 然后这边的这个 阿库玛的近身 是减少 看这边的这个神乐呢 是 这边的神乐 是抓上了一个机会 利用那个重角 前行角呢 接上了布阵 那么解决了战斗 这边的很玄啊 刚才那个 如果是没 没抓上这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 黑格神乐的 第一场战斗呢 就是要输了 那么看这边的神乐 又是在上场 然后 这边的这个 大门 这边大门是在找机 但是大门是 显然对这个神乐 没有这距离上的 这个优势啊 你看这边的这个大门 呃 好的 终于是站上了一角 看这边大门 又是打了一 打了一个芯片 然后又是压制了一下 这边是 这边大门是打了 比较贵一些啊 虽然是这个 神乐在助席的时候呢 果断的 这个大门果断的 是用那个 上中角 踹速的这个 那么克里斯上场 那么看这边 那个香菲的克里斯呢 是什么样的 这边 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看这边呢 克里斯又是抓住了 一个近身的机会 一个非常帅气的延招 那么是抓住了 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连了这个 大门很多的血量 又是抓住了一个机会 你有那个错位的 上中角 轻拳 轻拳 下中拳 前行拳 而且这个必杀啊 这个非常 这个木鸭找到的 非常的不错 当然玩木鸭 什么意思 那么看这边的克里斯 是对战 对战七家舍 这边的七家舍呢 刚才 但是在阿库玛的 这个操作下呢 七家舍也是 在这个最原物的比赛中 也是大展一个 大展一个 拳脚啊 但这边的一个 对待这个 香菲的这个克里斯上呢 也是 前期打得不错 刚刚那边的这个 就是被磨了一下的血 但是其他的血量 你看给这个克里斯 磨的 都磨到半管血了 但是克里斯防御 还是不错的 没有让对方 打了一个大招 你看啊 果然是还了回来 这边的这个克里斯 是利用自己的 一个机会 上中角 接上那个 四连级的竞身 但是这边的 这边的这个 七家舍又是 还以颜色 时间在 一分一秒的 逼近结束 这边的这个 七家舍 还是抓了一个机会 抓头 是解决掉了 这边的克里斯 那么大门 对 大门对这个 七家舍 看看这边呢 有什么样的创意啊 我觉得这个 这边的这个 阿库玛 如果再输一局的话呢 这边的这个 他的这个 同场比赛的 一个生涯就结束了 不过这边的 大门是扎了一个气 然后呢 抓了一个青角 青角抓住了一个近身 然后呢 就把这个血量 抓得非常 打得非常多 看这边的这个 阿库玛 只剩一 点血的情况下 能不能够 这个翻码 那这个阿库玛 还是比较稳的 看看这个 拳脚 然后崩了一下 这个边的大门 然后 大门是果断的 利用自己的 站起来清拳呢 是打死了这边的 阿这个